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話說呢 因為九月份 其實就是剛剛拍完 《肯送外在一起》 有一天早上起床突然間左邊的胸口很痛 痛到… 它又不是保持痛 是當你一吐大氣就會很痛 我就發現痛得很厲害 我就知道有一點問題 就去了看急症室 去了看急症室 然後急症照了X光 就說我是有少許… 那時候還有少許而已 有少許的水在肺裡 接著就去了看專科 也不知道這麼大件事 看專科接著就吃抗生素 接著就… 沒有了點水 之後就過了台灣拍電視劇 因為那段時間其實都挺… 挺辛苦 在台灣拍劇 拍拍一下又回香港做事 接著又回台灣 接著又回香港 試過最厲害的是四天沒有睡覺之餘 是保持著工作 可能… 我也不太記得 拍完通頂戲 接著就… 立刻飛回香港 在飛機上面一個多小時休息 接著就… 一下機就做事 做到晚上又回到台灣 有拍過 這也是我入行最厲害的紀錄 那… 到最後一次就是… 又回香港做事 我也不記得做什麼了 那就是… 明天要離開了 那今天就發告消 就去了看醫生 那醫生就… 聽到我肺裡面有一些… 雜聲 那… 他就覺得應該有些問題 那他再照到X光 那時候我記得是晚上11點多 接著… 就照到整個… 半邊肺全部都是水 那… 接著我還很記得 那個醫生跟我說什麼 因為… 這件事… 從來沒有事 跟我那麼近 就是… 距離沒有那麼近 是… 他跟我說如果我這次回到台灣 可能就回不了來了 從小到大都… 不是真的說很多病痛的 那是… 特別是入行可能… 比較上忙 或者比較上沒有時間睡 那就反而可能真的多些病 但是從小到大都完全沒有… 沒有說有些什麼事啊 那些… 在醫院那陣子 是我人生最不開心的時候 因為其實台劇那邊都沒有拍完 但是… 那邊是邊拍邊播的 那就是… 我如果拍不到就… 就會… 下星期就出不了街 那時候一知道自己… 出不了醫院 就是… 還沒好得回來 那就… 很不開心 覺得很對不起台灣那邊的人 那些人 對不起台灣那些團隊 因為他們對我很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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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始想一套氣了 那… 又… 發現好像對不起那些團隊啊 對不起嘉樂啊 Michelle啊等等 就是覺得… 大家那麼辛苦 又要等我一個 就是… 去… 等他上去 然後就開始想… 就是會亂想很多事情 就是… 擔心長不上班 就是擔心 擔心 那些粉絲會… 不接納自己 公司會… 公司會放棄我啊 或者… 甚至乎… 不應該做這一行呢 就是身體是不是… 那麼差啊 就是… 不應該做這一行 去做一些… 可能適合自己做的事啊 現在暫時都希望… 做回多些宣傳啊 就是做回多些宣傳 可能見回多些人啊 那…還有… 呃… 對我來說 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 就是… 可能太久沒有… 沒有出來做事 或者見解或者怎樣 其實我有少少少不習慣 就是有少少覺得… 好像剛剛新人出來… 就是做訪問啊 或者是拍照 但是… 臉紅這個… 這個… 這個病 又出來了 所以… 慢慢習慣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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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可能… 都是… 就是始終… 要慢慢來 是的…